又回到每個星期你最期待的Game Hub 正當人人都買不到一件Product 的時候 最好的處理方法是甚麼? 當然就是推一件再新的Product 今個星期外國就流傳出PS5 Pro 的機能及有關消息 不如我們今次又一齊去看看 如果你是第一次瀏覽我的頻道 我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三位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界八卦花生新聞 而星期六就會同大家看看星期的遊戲界資訊及消息 如果喜歡的話值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Hey guys, I have some news for you 雖然是這樣說,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的抽機活動 但無論XSX也好, PS5 也好 有運的朋友一直都會說 其實抽機好像不是很難 但好像我們這些跟運氣完全無關的人來說 一直抽到2046年都未抽到 不過主機方面的攻擊量有沒有多呢? 就真的沒有人知道 因為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人說抽不到 之前就有小改版的主機推出 而今次的傳聞就講到是新機 即是Pro機的機能及內餡的消息 傳說今次的PS5 處理器將會是6nm的Zen 3 又或者是5nm的Zen 4 GPU 架構方面就改為RDNA 3 簡單來說就說可以支援到8K畫質 價錢方面暫時就估計是600-700美元 對港幣就大約是4680美元 去到5460美元左右 傳聞都是這樣 就是每一部主機或Pro機一般都是隔三年左右推出 即大約是2023或2024左右見街 不過這些全部都是傳聞而已 而另一單好似堅一點的傳聞 就是他們下年的重點產品就是PSVR 2 到底PSVR 2 會不會有很大的驚喜呢? 我想大家都不是很在意 大家都是在意幾時買到機的 另一部永世都買不到機的 還有一個樣子好似雪櫃的XSX 之前Microsoft為了表現他自己好玩得 所以就特意製造了一部大型的XSX雪櫃 而另外一次的發佈會中 亦都將一個相對小的雪櫃商品化 好,今次終於有雪櫃的消息了 商品版的雪櫃高大約是462mm 而長闊方面都是232mm 對比起原本的XSX就大部少少 有LED、要插濕電 可以放到十罐新款即是長身的肥窄化落水 主機面上的USB亦都有中實呈現 而USB 的而且確可以插 這部已經在英美法德加拿大等國家開訂 12月出貨,其他地區有沒有就要等2022年才知道 剛好講起新產品,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7月的時候 中國地區的Sony微博發布了一個Message 就說7月7日就有新品的發佈會 7月7日除了教主生日之外 還有就是盧溝橋事件 也即是中華民國時代中日戰爭的爆發開端 中國小粉紅見到日本公司在這一天搞發佈會 他們當然覺得是刻意辱華 Sony 見到小粉紅這麼生氣 當然就出來say sorry 還第一時間cancel有關的安排 不過你以為有出來不露出空報道歉 有沒有用呢? 當然沒有啦 因為中國的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司系統中 就講到由上海傳載廣告有限公司 製作的Sony廣告 涉嫌違反了廣告法裏面 廣告不得損害國家尊嚴及利益 又或者洩漏國家秘密的冒犯 就要罰他一百萬人仔 沒辦法啦 你中國浴華 只是罰錢都已經很避免你了 雖然有外國公司就說 這件事是全球性的 突然間中國走出來又說浴華 真的很難觸摸 不過今次Sony 都有點無辜了 有時候大家喜歡一個系列 或者一部作品 你會很期待他有新的東西 又或者當你想要某些新東西的時候 你會去他的Channel 或者客服 不斷留言 傳Email 等等 有些人就會一而再再而三不斷留言 但有時公司不出新的產品 不一定是開發部的問題 有時候可能是發行部 又或者有時候是市場部的要求 所以有時的作品可能好多好多年 你都未見到一部你好想玩的東西 就好像是GTA第六集 期待著Rockstar 新作品的朋友 相信大家都想像到 GTA三部曲未來會有新版推出 決定版的價格及實際推出期期都未定 在Rockstar 的角度他們是有新遊戲 但在於遊戲迷信目中 好像是及本身預期有點出入 難道是否這個原因 所以越來越多人都會去Rockstar 的Channel 問 什麼時候有新作 什麼時候有GTA6 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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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沒想過官方竟然把GTA6變成禁據 在YouTube 上的確有禁字 而且YouTube的做法 不是不讓你打那個字 而是首先將有關的留言隱藏先 等官方或相關Channel 看完 大家就會見到那個Message 玩家知道這件事後當然是非常努力 試著用不同的方法去留言 不過 6 始終是一個數字 最簡單可以Present 當然是用數式 想知道大家有什麼好有創意的數學公式 你可以去他們Channel 看看 始終我的數學知識都給SIR 了 免得讀錯啦 至於為何又不講D2R 又死傷又限人數 其實早就出了影片說這遊戲 都不用每個星期和你update 龍門有沒有好食吧 講完其他東西了 Dead for Blood 不知道你有沒有玩 這遊戲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不同的回響 有人覺得好好玩 但亦有人覺得 它都是一隻Lead for Dead 的劣法版 雖然遊戲畫面流暢度上是改善了 但整體上有不少的玩家都覺得 這遊戲依然停留在十多年前的作品之上 某程度上都有少少令人失望 早前KFC GAMING 的Twitter 上 他們的小篇就走出來抽水了 他們就說 每款神作的背後都有自己的廉價生債品 配圖方面 他們就用了Fordead 和B4 Blood 的圖 都幾直接諷刺B4 Blood 只是一款Copy作品 而B4 Blood 的開發團隊 Totoy Rock 當然不禁是虐 串KFC 明明用了這麼多香料 但他們的炸雞依然都沒有雞味 以前小時候都覺得 吃雞有雞味這個東西好廢 到人大了才知道原來不是那麼簡單 這個回復當然引來大量玩家的支持 不過又這樣講 Totoy Rock 中 有不少開發過Fordead的開發者 再加上一開球時 他們都是打著精神續作的旗號 所以現在的情況出來都幾合理 再加上本身遊戲都是剛剛推出 雖然Totoy Rock 之前的Evolve 平衡度令人歐咀 但吸收了之前的經驗 應該會好些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在外國有不少玩家都有個挑戰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玩Doom 經過雪櫃甚至驗刃棒上都可以玩到之後 有人又將這個遊戲帶到一個全新層次 今次帶到社交平台 但就不像以前的Facebook 遊戲 而是將它變成一隻Command 遊戲 在Twit2 Dome 上玩家可以輸入一連串的Command 一步步好像回合玩Doom 輸入完後就等系統運行 不過作為一款第一身射擊遊戲 突然變成一部用Command 玩的遊戲 大家感覺當然有點怪 走幾多步、走幾遠、然後怎樣開槍 大家都要預先設定好 老實講玩家們都不遇過關 始終大家都只不過是用一套Command 所以大家都只想怎樣可以射爆一開波的爆炸品 炸死主角 如果你有留意外國的打機遊戲 又或者TikTok的朋友 你都會發現 最近動物心友會除了新的更新Trailer 之外 有另外一件事是非常非常受外國的玩家歡迎和支持 它就是Anchor 和相關的Meme 有一段時間它就像之前的Rickroll一樣 到底無緣無故大家不停的loop一間會爆炸的屋仔 又或者是那首那麼洗腦又或者是扭屁股的歌呢 試完就是今年年初的時候 Zoom 就做了一條Anchor 的影片 影片本身是18按 再加上Zoom 的作品本身都要收錢才可以看到 在網上 你看到有18按的東西還要收錢 你第一件事會做些什麼 當然不是拿上用卡出來 沒錯啦 網上絕大部份的人都會去找免費版 而有不少所謂的免費版就像跟Rickroll一樣 當你按進去都是一條整菇影片 慢慢Zoom 和Anchor 就變成了一個新的整菇影片代號 同一時間Anchor 的扭腰母也都變成了一個新的風氣 也都解釋到為何突然間這麼多外國Cosplayer 會突然走出來Cos Anchor 如果有一天你朋友的電話無緣無故播起 Camo by Camo 你都可以立即給一張購物可以色色卡給他 又或者我勸你快點走 因為你的處境好危險 今集的Game Hub 就到這裡 喜歡的各位就記得訂閱及加入會員 在網上見到什麼有趣的新聞都可以PM我 我是希致哥,我們下集節目再見